一手丹田和凝神入气血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区别 一手丹田是把意念放在 守在那个地方去想丹田 而我们不是想丹田 是丹田有了 丹田气血已经是感觉呼吸能下去之后 是把神往那一放就行了 是拿神去照住在丹田气血 等于就是把这个光 把神光照住在丹田 注定丹田一窍 注定玄关一窍 而不是死守 大家把这个度一定把握好 很多人一守丹田 什么都守不出来 守出个大肚子 为什么 实神 意念虽然在丹田 但是守 然后呢 意念过重 同时没有呼吸的配合 没有驯风的鼓动 同时还是实神 妄念还很多 我们注意 为什么说宁神 首先这个神不能散乱 也就是我们上座的时候 或者是打坐 或者是站庄 一定要把神先清了 让神清了 心静了 然后或者换句话 换个词就是凝神 就是把散乱的神 凝住 聚起来 让心不散乱 人心多散乱 我们让心是要 让神要凝聚 这样的话 再把它照住到丹田气血 这才是炼丹了 否则那就是在 狭想 说白了 一守丹田 那也是个妄念 我们不是造作 另外一个妄念 我们是去除妄念之后 把这个清静的神 照住在丹田气血 仅此而已